做渣篮也许可以快乐一段时间 可以感觉自己受到欢迎的愉悦 但最后受到了报复 怕是会让你后悔众生 日后啊 我阿喜 小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渣篮奴火装傻 欺骗女生的故事 身高168的伊藤成喜欢上了每日和自己坐同一电车的鬼演夜 每天的电车时光对他来说越来越美好 直到有一天 伊藤成冷不住拍下他的照片 换成了自己的壁纸 因为在青少年间有一个传说 只要将手机壁纸换成喜欢的女生三个星期 不被人发现 就可以实现念人的愿望 虽然伊藤成自己也不相信 但是为了告诉自己真的很喜欢演夜 所以他还是这么做了 只可惜在新学期的第一天 就被同桌《戏园是世界》看到了壁纸 也被他发现了自己喜欢鬼演夜的秘密 乐情开朗的世界 立马自作主张地说 要把伊藤成追到演夜 并且第二天就约到了演夜 然后才能一起去吃午餐 伊藤成被对方这个行为给吓坏了 毕竟女神只可远观而不可近视 但在世界不断地鼓励一下 他鼓起勇气去了天台 然后腼腆而又激动地吃掉了演夜做的午餐 两人并且相谈深欢 回到家后的伊藤成很感激地和世界道了谢 第二天一早 伊藤成就告白了 让他不敢相信的是 演夜竟然选择同意 因为早在之前 他其实也就喜欢上了伊藤成 后来在车站 伊藤成又碰到了世界 他再次表达感谢 世界说 自己只是觉得有趣才帮忙的 临走时 他却突然吻了伊藤成 这个举动似乎是让一个 腼腆而不敢主动的男孩 转变为雨夜之狼的前兆 后来伊藤成和颜夜开始了很甜蜜的约会 但是在分别时 伊藤成没有所闻成功 这件事被世界大大嘲讽了一番 为了帮助纯情的伊藤成 世界给了他两张电影票 伊藤成做好了这一次 一定要Kiss的准备而约了颜夜去看电影 可当颜夜看到《路神》时 伊藤成终于鼓足勇气要亲他 结果却被删了一巴掌 约会也就此结束 世界被伊藤成的纯情幼稚 彻底折服 他让伊藤成好好去道歉 任真的先去了解颜夜 再进行肢体接触 此时还处于对爱朦胧的伊藤成 挺信世界的话 去找颜夜道歉 想重新开始 并说放学后会一直等他 但是颜夜却一言不发地跑掉了 他不想再见伊藤成 但是在放学的路上 却被世界喊住 世界想要去车站见伊藤成 经过交流 世界发现颜夜 真的还是很喜欢伊藤成的 于是就告诉他 伊藤成其实很珍惜他的事情 但这个纯情小男孩 可能会有些做法比较过分 还希望颜夜多多包容 经过世界的条件 颜夜坚定自己的内心 他跑到车站 伊藤成还在那傻傻等着 于是颜夜顿时也感觉心疼 然后跑过去说 我会更加努力地了解你 但我主动问上了伊藤成 后来在天台上吃午餐时 世界和伊藤成表现得太过亲密 让颜夜尤其在意 下电车前 颜夜抱住伊藤成 想确认两人是否是连人关系 因为世界和伊藤成走得很近 导致他的朋友们都怀疑 他在跟伊藤成交往 虽然世界否论了 但是他的好友刹那 还是特地找他确认了一遍 后来颜夜约了伊藤成去他家玩 因为他的妹妹 想看伊藤成是什么样 在颜夜家玩的一天 领走时 他们第一次直呼对方的名字 两人的感情 也随着上一次怀疑 和这一次接触 似乎又亲密了几分 上车前 颜夜害羞地 吻了伊藤成的脸就跑掉了 但是回到家和世界打电话 伊藤成就说 和颜夜谈点很累 伊藤成也不能为什么累 或许答案在第二天的天台上 伊藤成和颜夜接吻后 因为一些过分的动作 让颜夜感到害怕 想要的伊藤成从未想 是不是颜夜不喜欢自己 等各种念头出现 第二天 本来颜夜想约伊藤成去看电影 但是在电车上 伊藤成的手又不老实了 所以伊藤成道歉了 但他却不再说话 一路沉默着 烦恼斯都是想了 跟颜夜进一步发展 但是不知道如何进行 在世界知道伊藤成现在的烦恼后 他向伊藤成保证会帮助他 甚至提出给党发的电梯对象 世界要训练伊藤成 是如何与女生亲乐 于是 他们最后来到天台进行魔力 并且他告诉伊藤成 在颜夜的世界中 男女关系的突破 是需要再浪漫的前一架才能进行 否则是跟耍流氓 没有什么区别 而这次模拟 让伊藤成对世界 产生了其他的想法 在事情结束回去的路上 伊藤成透巧碰到了颜夜 颜夜同他道歉 并约他下星期一起去游泳池 结果这次世界 和他朋友也来了游泳池 伊藤成教颜夜游泳的时候 让人有了亲密接触 当颜夜去卫生间的时候 世界大嘲笑伊藤成 刚才的闲珠手 两人很轻松快乐地说笑 这时伊藤成却来了一句 果然还是跟你在一起胡闹 比较轻松 而世界却笑地提醒他 你现在是在和贵人夜交往哦 似乎从一开始 两人的关系就究竟不平凡 但是他们谁也不说破 莫许中看似朋友 却不像朋友的关系 在餐桌上 颜夜很开心地说 自己和伊藤成交往 这时朋友们才误会了世界 和伊藤成 但同时一旁的世界停脑后 却沉默着 而伊藤成也是如此 在诱用结束后 去他家里做客 伊藤成听到后 满不经心地同意了 在伊藤成的心里 他永远也忘不了 和世界的那次特训 但是世界再三地提醒他 我们只是朋友 所以忘了吧 回家的路上 伊藤成草草告别 坠入爱河的野业 他不甘心忘了世界 他给世界发短信 我现在好想见你 然后就梦雨跑向了世界家的方向 他在世界家附近 碰到曾展出来的世界 也许是大人让伊藤脑子 彻底尽碎 他突然抱着世界说 我喜欢你 世界这一次也终于开口 他埋怨伊藤成 为什么先喜欢上贵盐业 其实 他早也就喜欢上了伊藤成 两人之后回家 继续上曾没有做完的特训 之后 两人的关系 又变得更加的模糊不清 他们甚至快同居了 但是却没有说明 是男女朋友关系 而盐业从当初的 腼腆女孩改变了很多 他总是乐情地等伊藤成 并没有发现 伊藤成越来越冷淡的面庞 话也越来越少 不过后来世界和伊藤成 在一起的事情 被他的好姐妹发现了 世界的负罪感 也越来越重 他想告诉过盐业真相 但是伊藤成害怕盐业会生气 迟迟不肯说 于是总对盐业撒谎 并且拒绝他的约会 直到一天盐业在电车上 陪见了车外的世界 在亲吻伊藤成 但是他看得不仔细 也不相信 三男还是会一起吃午餐 但是一般只有盐业在说话 讨问伊藤成 伊藤成满不经心的作者 只等时间过去 一旁的世界 则十分为难 圣诞节快到了 盐业想和伊藤成 用情绪手机 盐业在是被他拒绝 盐业买了毛线 想吃围巾送给伊藤成 伊藤成确一点沉默 并没有什么表示 而最糟糕的是 盐业在半奇迹 被同学姻女嘲讽 姻女说他对伊藤成跑命眼 还当他敌伊藤成远一点 盐业心有不甘的问伊藤 是不是喜欢伊藤 伊藤害羞都不回答 答案自然可想而知 所以盐业认真地说 自己是伊藤的女朋友 就说被你针对 也无所谓 伊藤听完后 立马去找人求证了这件事 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盐业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 就让伊藤和世界 有独处的机会 等满满一切的盐业 跑到天台门口去惊呆了 因为 伊藤成此时 珍宝的世界说 我喜欢你 那个找面 似曾相识 唯一不同的 好像就是被告白的对象 换了一个 只要伊藤成和世界 在一起以后 盐业开始逼而不见 伊藤成一点也不担心 反而很开心 盐业依旧在吃围巾 他自己气腾地想 为什么伊藤成 为何实际这样 是不是自己之前 一直拒绝他 所以被讨厌呢 而盐丽却收到消息 是盐业单方面 但就在伊藤 就连世界的好友刹那 也开始针对盐业 盐业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伊藤拉黑 虽然是刹那做的 但伊藤也没有过多阻止 他在天台上等了伊藤吃饭 即便全身都湿透了 也没有等到伊藤 最糟糕的是 还被喜欢自己的情节告白 可对心中被伊藤赞满的他 选择拒绝 但是却被世界的另一个朋友 传播到够大男人 而这一幕 都被伊藤成看在眼里 他没有能够表示 这些眼目发 这一刻 伊藤的心几乎快碎掉了 但他还是在晚上 待到伊藤家中想要问清楚 即便看到门口 有着世界的写字 即便明知道答案 但他还是天真的问出 为什么情节说 咱们没有交往 我一直都是成的女朋友呀 面对质问 伊藤成没有给出答案 这让盐业的心 红弄了一下 但却伤了吴子丽世界的心 伊藤前脚刚走 世界也因为伊藤成的回答 而急得离开 不过让绿群的楼下碰面 为了自己的爱 伊藤鼓足勇气 删了他一巴掌 而刹那也在后来才知道 自己误会了演练 但是看到自己好友喜欢伊藤 所以决定帮助他 不过在他找到伊藤 想要一个回答时 伊藤却依然没有办法 给出自己 到底要选择谁的答案 无奈的刹那 告诉世界说 伊藤会和颜业分手 结果这句话 就当后来发生了 一系列的悲剧 而刹那其实对伊藤 同样有着好感 因为身高原因 总是被人嘲笑 可唯独伊藤在当初 却鼓励了他 这个举动 让刹那心中 有了伊藤影子 但是爱与道德问题 他没有表露 而是在伊藤帮校园记 那道睡着时 忍不住偷偷亲的他 但是这一幕 却被颜业看到了 跟他却没有说什么 很快 校园记就开始了 颜业被行界不断骚扰 加上英语说出 伊藤跟他分手的话语 一直在刺激着颜业 他忍不住告诉所有人 自己一定会带来伊藤证明 可此时的伊藤 却又陷入了另一个选择 那就是在校园记上 该和谁挑第一支舞呢 因为除了颜业的邀请 还有世界也提过 加上颜业在很早之前也说过 不过这个选择 在颜业主动献住自己后 内心就有了一个答案 等到晚上 颜业着急地想要去找伊藤跳舞时 却受到亭建有一次刺激 所以亭建口中说出 伊藤在和世界跳舞的话语后 他脑子顿时 陷入了一片空白 以至于被秦界做出了不可挽回的事情 但即便如此 他到外中依然全是伊藤 在第二天 颜业依然像个没事的人和伊藤交谈 没对秦界认为自己成了颜业男友的说法 他极力反驳自己是伊藤的女友 所以导致秦界去找伊藤对峙 可当秦界都没有想到的是 伊藤这一次去说自己和颜业没有瓜葛 甚至在后来和颜业碰面后 他总算开口说 让颜业不要接近他 以免被人误会 此时伊藤在拥有世界的爱后 不仅和颜业游览 还和刹那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而与刹那建立关系的原因 则是因为刹那 为了让伊藤能够离开颜业和颜业 只要他能够全心全意对待世界 他可以付出一切 可同样在付出一切的颜业 此时却两眼无止然地在他桥上 这一幕正好被视界看到 再从颜业这里得知了 关于伊藤被这自己做出的那些事 连世界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他不主动找伊藤联系 结果对方也真的没有再联系他 现在他的处境 就宛如之前的颜业一般 只是颜业的精神更加崩溃 他已经会拿着电话 假装跟伊藤聊天 仿佛要告诉路人 伊藤对自己的依赖 而所有的一切 在世界发现自己怀孕后 就彻底乱套了 因为伊藤突然对世界产生了掩护 他不想承担责任 着急撇清自己 让世界忍不住喊出 这是你的孩子啊 于是伊藤成了重视之地 所有人都在妥协他的行为 这样伊藤开始对世界特别反感 而连他反应的是 连一女都对伊藤不惜 他离开了伊藤 而之前没有提及的其他女生 也因为这件事 全都拉黑了伊藤 他瞬间回到了原地 而这时 他却想到了伊藤 在圣诞书下 感到那个两眼无神 嘴巴一举电刀的 自己是伊藤女朋友的傻女孩 伊藤仿佛自己的内心 被什么揪了一下 他哭着说 自己现在才懂得伊藤的心意 觉得似乎掉转的一样 此时世界一个人在家里 等待伊藤回家 做好的饭也快凉了 在他打电话得知 伊藤和伊藤在一起时 就追问起来 这样本来就对他反感的伊藤 冷不住的发火 甚至说就让世界 不要来的家里不走 为了尊严 世界离开了 但是他的意外 看到了两个人的身影后 却又冷不住回来 两个女生 在这一次爆发激烈的对峙 可是伊藤此时 却沉浸在营业的拐角中 看着越来越陌生的伊藤 世界崩溃了 离开了家门 并且他不久后 收到伊藤发来说 让他去打掉孩子 这个信息让世界的理智 彻底崩坏 他特地约了伊藤 闹在他面反应过来前 一刀捅进去 结果了伊藤的生命 而带来的严说反应 就是已经思想混乱的炎业 在后来找到了世界 同样将他杀死 他认为怀孕只是幌子 而伊藤女朋友 才是他 是不是呢 伊藤 变明 日在校园 不要问为什么男主 那么受欢迎啊 这不是影片的关键 如果不受欢迎 还能让你看到 炸弹的下场吗 少年他就一句 查了一下伊藤成的身高 咳咳 197.5 这也不是能够吸引 女生的身高啊 作为一部知名的人渣故事 少年已经讲得稍微委婉了 只是抓住了这场畸形恋爱 围绕世界和演绎进行 而忽略了半年的 小红小白 小黄妹妹的感情描写 其实成哥犯了一个男生 最容易犯的错误 那就是自我感觉良好 在伊藤女主动老天的那一刻 无论会很关键 成哥开始认为自己魅力无穷 自明得意的状态 但他对爱模糊 似乎女生就是他想要 就能有的一样 如果没有伊藤女的主动 或是一开始恋爱白痴 就不会彻底沦为一个月夜黑狼 顶多就是一个 还带有感情的渣男 这点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因为成哥从后面开始 对所有女生就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欲望 关于爱情简直可有可无 所以在一女主动的那一刻 他没有拒绝 而是接受的时候 他就已经给自己画好了结局 Good 而伊藤城到底有多少差点 就留给评论区的人来说吧 你怎么看呢 我是少年 因为大家也看没人生买菜的 丁姐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你们每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进行恒恒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潜意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